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碰巧与记者同来的就是南京交警二大队唯一的一位姓陈的副大队长 我就是二大队副大队长 当时什么原因呢 对 你听我讲 当时没同意 不然同意的话会画黄线吗 这个路段只有8米宽 而东庭小区门口的道路只有6米宽 按照我们这个南京市停车管理办法 我们在南侧私化了20多个停车部位 缓解这个小区停车栏的矛盾 在北侧我们私化了黄线 警方表示这些非法停车位是今年6月19号出现的 是东庭公寓物业为满足业主停车而私自设立的 共有24个站路长100米左右 随后民警给每辆车都发放了告知单 如果再有围停将按交通法处以50元的罚款 严重围停的将拖车处理 以已总感觉到目前为止 记住了1米宽 摆成器 细逐渐满 ro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